原因則是我們頻道時常提到的老問題 也就是COVID-19跟原物料大漲的影響 造成前鎮與港建設計劃 從上面提到的60億元 調升到了81.37億元 那究竟是哪些工程調漲經費 又分別調漲了多少 這正值前鎮與港四個字 可說是讓許多政治人物還有社會大眾 在新聞媒體還有網路上吵得不可開交 因此這一集影片 我們就一起從公開文件來看看 這個前鎮與港建設計劃 究竟規劃了什麼 為什麼要啟動這個計劃 在未來又有哪些相關的建設呢 不過在開頭先做個小提醒 本集就如同我們頻道先前的影片一樣 主要關注計劃內容 建設時程跟周遭的發展 因此看不到任何與政治言論有關的整理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歡迎來到台灣解碼中 我是Alan 說到高雄的港口 就會想到全台貨櫃吞吐量最大的高雄港 台灣最重要的海軍基地左營軍港 可說是讓高雄成為海洋都市的核心要角 不過除此之外 前鎮與港在台灣漁業中 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那前鎮與港 顧名思義是位在高雄市前鎮區的漁港 主要範圍大約是新深路 漁港南三路 漁港北三路包圍起來的區域 或是指離岸200海里的經濟海域以外 或是公海進行的漁業活動 也因為要開到比較遠的地方 作業期間短則數月 長則數年 因此船的噸位都會大上許多 這我們從地圖上就可以看出來 對比台灣北部海港的漁船 停泊在前鎮與港的船 快頭都真的大上許多 那根據漁業署最新的統計報告 2021年遠洋漁業占全台漁業生產量超過一半 約為54.5% 產值則漁業占42% 可說是雙雙位居全台第一 那這邊有比較詳細的遠洋漁業生產情形 不過我不是漁業專業的啦 就不深入做介紹了 那另外 從這份報告中 還可以看到其他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從各縣市的生產圖來看 台灣遠洋漁業的產量 主要集中在高雄單一一個縣市 而且比例相當的高 其他則是屏東還有宜蘭 另外也有國外基地的產量 因此可以說 高雄可都是台灣遠洋漁業中 相當重要的基地 而遠洋漁業 更是台灣漁業中產值最高的種類 不過除了統計報告 我們把視角切回前鎮與港 也就是來看看漁港的周遭發展概況 一樣從地圖來看 那剛剛說到前鎮與港的範圍是在這裡 而漁港東南方 是高雄港第三貨櫃儲運中心 西北方則是第二貨櫃儲運中心 可以說周遭區域 除了前鎮與港以漁業為主 其他則在海運產業為大宗 那再往北方一點 則是前鎮科技產業園區 以及亞洲新灣區 也就是高雄近期重大建設不斷冒出來的區域 再來以交通建設來看 前鎮與港附近以新生高架道路 還有前往旗進的過港隧道為主 那其中的新生高架道路是國一延伸到高雄港的連外道路工程 主要從2011年動工 2018年全線通車 那再來捷運建設方面 以附近的紅線草芽站 輕軌凱旋中華站 以及新建中黃線的Y23 連接到紅線前鎮高中站 為最接近前鎮與港的三個站體 不過 我們在一個月前的高雄捷運中 有提到目前有前鎮與港連外軌道系統 正在規劃評估中 路線方案可能會有從新建中黃線或是輕軌路線延伸 根本政府是預計2024年末可以完成報告 那在了解前鎮與港的一些細節後 接下來時光回溯一下 來看看前鎮與港是怎麼冒出來的 因為這跟以前進行的高雄港擴建計劃 有非常深遠的關係 前鎮與港 主要在1957年計劃合定 1964年新建 1967年完工 主要是為了因應台灣遠洋漁業的發展所興建 而說到高雄的港口 其實最早最早是從這個區塊發跡 相關的證據就是現在的英國領事館 早在1860年代 就已經在此建立據典 後續到了日本時期 就因為唐業運輸所需 開始尋找能在附近把商品裝上船 運回日本的港口 進而正式掀開了高雄港的發展序幕 尤其從1908年開始的主港計劃 不僅奠定現在高雄港的基礎 也出現了在當時發展相當熱陸的新市區 哈馬新 更連帶讓現今古山漁港周遭 成為當時高雄的漁業重心 一直到1950年代 才因為需要更大的作業空間 以及遠洋漁業逐漸開始發展等原因 遷到現在的前鎮漁港 不過這個遷移 卻也連帶讓古山漁港沒落 所以 我們啟動一下時光機 來看看1956年的高雄港是長什麼樣子 首先 我們從舊的航照影像可以發現 1956年的高雄港填海造陸範圍 其實就大約到現在的統一夢時代附近 包括上面提到的前鎮科技產業園區 貨櫃儲運中心 前鎮漁港 中鋼 定油廠等等的建築 在當時通通都不存在 那接下來時間快轉到兩年之後 一向對於高雄港整體發展 產生關鍵性影響的計劃出現了 那就是高雄港12年擴建計劃 那當然 一向計劃的推出 一定有它的大時代背景 1956年 台灣正處在進口替代時期的末端 並且即將邁入出口擴張 我知道這兩個名詞可能不太好懂 不過我們從高雄港12年擴建計劃中 可以看出大政策下 對於高雄港的影響還有改變 1958年 12年擴建計劃正式啟動 我們從1960年的航照影像可以發現 現在的前鎮科技產業園區 已經開始填海造陸 不過這裡的前身名叫高雄加工出口區 也就是出口擴張政策下誕生的產物 那接下來1969年 施工範圍已經到現在高雄港第71號碼頭的位置 那從這時候就能看到今天的主角 前鎮魚港 已經出現在地圖上 而且我放大一點來看 還能看到有幾艘船停泊於此 不過周遭看起來 似乎還處在施工的階段 那後續到了1973年 前鎮魚港進駐了更多的漁船 高雄港也開發到了現在大陵煉油廠附近 而1992年 魚港的地圖上出現了一小塊的新生地 整個高雄港 也逐漸發展到現在我們看到的規模 一直到今日 那若把整個高雄港 跟還沒有啟動擴建計畫之前相對比 不管是海岸線 地貌 幾乎都產生了相當劇烈的變化 也預告了未來高雄港整體發展 絕對不止於此 而前鎮魚港的出現 算是見證了現在的高雄港 幾乎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 好啦 那在了解前鎮魚港的細節資料 以及如何誕生之後 接下來就進入重頭戲 我們就來看一下 前鎮魚港建設計畫 究竟計畫了什麼 那以下內容 是根據高雄市政府2022年5月的 前鎮魚港細部計畫 2021年3月 行政院農委會的前鎮魚港中長城計畫 以及2022年11月的第二次修正核定本 總共三份公開文件所濃縮出來的內容 首先我們來看到2022年5月的前鎮魚港細部計畫 正在第30頁提到了關於前鎮魚港更深入的相關資料 包括水深為-4.5公尺至-10公尺 碼頭長度約3140公尺 台灣500噸以上的遠洋漁船 幾乎都集中在前鎮魚港 陸上設施有像是漁市場 漁貨直銷中心 加水、加冰、加油等補給設施 周遭也有船體維修 漁具製造 漁業工會等等組織 而針對前鎮魚港的未來發展目標 政府認為前鎮魚港營運至今已經超過50年 港區需要重新整體規劃 項目包括了碼頭整建 導入漁水還有污水分流下水道系統 結合產業觀光 滿足現在食品衛生安全 提供外籍船員休憩空間等等項目 那當然上面提到很多內容啦 畢竟規劃一整塊區域 在未來要放置什麼設施的時候 總會加入許多的未來願景 因此要了解擴建計畫實際蓋了哪些東西 就要請出另一份文件 也就是2021年3月 行政院農委會的前鎮魚港中長城建設計畫 而在這份文件中 可以在第三頁看到五個細項工作 包括結合水產攤商市集、餐廳 停車場等功能的多功能隨產品運銷中心 提供外籍船員住宿、萬喜運動的多功能船員服務中心 前鎮魚港還有騎鯨魚港的漁業作業碼頭改善 整建長度來到1100公尺 還包括部分蛙深至-6到-7公尺 以及周遭人行道、漁市場整建 漁業大樓還有漁民服務中心外觀整建等工程的景觀及休憩環境營造 最後則是將雨水還有污水分流的下水道建設 整體計畫的總經費是60億元 分成中央單位的公務預算59.1億元 以及民間參與的0.9億元 那依照不同年份的資金運用表格則是在這裡 執行時間是2021年到2024年 欸那這邊不就知道整個前鎮魚港建設計畫的內容 怎麼還有一份文件沒有說到呢? 沒錯 作為一份文件 就是後續追加經費的修正版本 原因則是我們頻道時常提到的老問題 也就是COVID-19跟原物料大漲的影響 造成前鎮魚港建設計畫 從上面提到的60億元 調升到了81.37億元 那究竟是哪些工程調漲經費 又分別調漲了多少 就得來翻翻2022年11月 前鎮魚港建設專案中長城計畫第二次修正和訂本 那這份文件雖然名字漏漏等 不過整篇內容簡單來說 就是在說明與前一份文件不同之處 包括了多功能水產品運銷中心 從四樓建物縮減至三樓 再加上採購公共藝術 污水設備升級 還有原物料上漲等原因 調整到24億元 增加2億元 而多功能船員服務中心 則是增加樓地板面積 還有升級消防機電設備 因此增加0.45億元到4.05億元 漁業作業碼頭改善 則是調漲最多的項目 增加了15.24億元到25.24億元 主因是碼頭整建長度從原本的1100公尺 提升到1600公尺 再加上鋼的原物料價格波動了大幅調升 再來則是景觀與休憩環境營造 增加了治安監視系統 建築外觀修繕的原物料調漲 金額調整至11.2億元 約增加2.11億元 以及最後一個下水道建設 調整至15.64億元 增加1.23億元 以原物料調整為主要的原因 那以上就是公開文件所寫到 從60億元上漲到81.37億元的各項項目 那如果從經費來源來看的話 文件寫到是以中央公務預算為大宗 其餘則是民間參與占第二 那換成機關的經費編列來看的話 以農委會與業屬占的比例最大 那當然,從整體經費來看 有許多新聞媒體寫到 一開始最原始的記錄應該是3000萬 工程項目主要是碼頭、書郡、淤泥還有改善停車場 不過因為沒有找到相關公開文件或是會議記錄啦 所以沒有辦法詳細了解整個工程內容是什麼 另外,在後續翻找資料的過程中 還有發現2019年1月 由鋼龍市政府提出的前鎮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總經費約1億元 工程內容包括周邊道路還要圍牆綠美化 舊漁公安置所還有舊污水處理場拆除 漁港清漁等等 這就當作一個參考吧 那從上面的介紹 大家應該大致了解整個前鎮漁港建設計畫的內容 尤其從漁業署的統計報告可以知道 遠洋漁業對於高雄來說 的確是漁業的重中之重 產值也相當的高 不過 我們其實也很難從單一的建設計畫中 全盤了解整體計畫完成後的效益究竟如何 畢竟這種建設計畫不像捷運在前期 有運量預估這個概略數據可以參考 因此目前只能從計畫內容中 大概知道整體工程完工後 前鎮漁港會有什麼新樣貌 出現在眾人面前 那影片的最後 我們把視角切回整個高雄港 作為台灣首區一指的港口 除了遠洋漁業還有發達的海運產業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郵輪 尤其台灣的兩大基地高雄還有基隆 陸續有不少的郵輪把這兩個地方作為母港 因此也能看到相關建設的完工啟用 像是高雄港部旅運中心 以及基隆新的郵輪旅運中心 可說這海港的另一項重大產業 更能引入不少的觀光人潮 那關於這兩大港口的完整計畫 就等未來有機會再說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內容整理還不錯 歡迎喜歡跟訂閱都給他大力按下去 也可以加入會員 支持我持續製作相關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